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么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 除了自己要适应在台湾的生活 那孩子可能也要跟着适应不同的文化 那会碰到哪一些困难 今天也邀请到来自越南的黎晨 来跟大家分享 阿晨你好 你好 好想请问阿晨 你的孩子会不会讲越南话呢 他小时候他讲越南话 教他一家他一讲话 你就是自己教就对了 自己教 自己教 然后他去没有礼拜的话 孩子就叫礼拜主线的话 也要教他 拜拜要讲越南话 所以就是一些比较日常常用的一些话 他是会讲的 简单的单字 可是现在我爸爸 爸爸有让我教他越南话 不让你教他越南话 为什么 因为怕他会讲越南话 他回去越南那边不要爸爸了 真的 反正是爸爸 爸爸离不开他就对了 就很怕他 就是回去越南就不回来 所以现在就比较没有再让他讲越南话 那你就跟你偷偷私底下 偷偷讲就好了 而且刚刚听你孩子十五岁 已经很大了 那感觉上这孩子小时候很倔强 然后一生气就跑出去 然后你们就报警 然后就把小孩找回来 可是现在就是 就是后来就听到你跟他的互动 就觉得说你们现在的关系 比较像朋友一样 就是你们还可以抱来抱去 然后有可以互诉心事这样子 那你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教养他 让他可以变成 因为有时候十五岁 真的是正直青少年 就是那种 他是根本父母都不理的年纪 你怎么可以跟他 就是变成像朋友一样 你是怎么样去教养他这样子呢 我教他煮饭 教他扫菜 教他煮东西 所以我给他零用钱 给他零用钱 给一点奖励这样子 对 所以他习惯了 还有他老师有教他煮菜 还有他有乐生命那边 他有上课谁煮东西 所以他会自己闪电脑 自己看煮什么东西 他就是会自学这样子 然后就是自己煮 自己去买菜自己煮 所以他什么样料理他都会用 就是他有兴趣的料理 他肯看影片自学 对 他就可以自己去买 买食材回来自己煮 对 那先给他 叫他去买菜 他不会买 小时候他不会买 我们叫他拿一百块 然后买五十 还有五十 找他多少钱 我们问他 然后他说我找五十 然后我们看他 对了 我们才让他自己 然后他自己去买 所以也是算是一点一点教 可能刚才实在不太会 但是你就是自己 就是慢慢的教 然后然后就发现到 他慢慢的已经可以 自己很独立的去买菜 买到对的食材 然后回来他就可以自己煮 这样子 对 那蛮厉害的啊 谢谢 蛮聪明的一个孩子嘛 谢谢 还有他想吃什么自己煮 就自己煮 买咖喱还是什么 自己又去买 去爱买家的活动员 去买料理 就都通通都没有问题就对 他大概多大开始 就是可以自己 自己去买食材 自己回来料理啊 你有印象吗 国小 国小就可以哦 好厉害哦 因为国小 国小老师有教主东西了 国小老师就有在教主东西 那蛮厉害的 那时候很厉害 还有老师 热生命那边有 叫他到菜市场 去买菜 然后回来 然后什么样煮 然后叫饼干 然后拿去卖呢 还拿去卖哦 那蛮自立的啊 对 那你刚刚讲的意思 讲那个热爱食材 它是一个协会吗 对 它是新移民家庭部 中心的介绍 在彼图那边的介绍 在那里 我说我无聊我 你选到这家 没有去哪里玩 都在家里 我常问 有没有活动 我要参加 然后他介绍我在那里 然后我知道 然后去那边 然后他问我小孩子 有没有小孩子 可以参加活动 然后去脚踏车 的那个 去全台湾的 骑环岛就对 骑脚踏车 环岛 对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你跟孩子 都有在参加一些 政府或者是协会的一些活动 是不是对 那你有大概有参加 哪一些活动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这样对 他有骑脚踏车 然后骑脚踏车 环岛嘛 对他骑那个爬山 爬山还有去登山 他还不懂爬山 然后他爬山 然后他切破之后 他还不小心 然后他刹车都刹很快 然后然后跌倒 跌倒然后受伤 要受伤 所以去看 两次这样了 已经两次这样了 但是你还让他继续参加 因为他就是很喜欢 很喜欢就是 就参加鞋柜的活动 然后就是去骑脚踏车 对 然后我姐给他休息一阵子 然后后来我问他 要不要骑脚踏车 他说要 因为他家他太放了 他大概八十几公斤了 所以他很高 很高大 很高 还不太高 140度了 所以我给他要减肥 他要再继续骑脚车 继续再骑脚踏车 对 所以就是说 你们有去主动参加这一些 算是就是 专门帮助新住民朋友的 一些协会的一些活动 那这些活动 它是 就是费用上 比如说政府是有补助吗 有 是政府补助 政府都会有补助 对 继续骑脚车 那个是我有继 好像一千块 有继续一些钱 继续那个就是 车子的 车子的费用这样子 对 但是很多就是 政府其实都是 都是有补助 包括你自己去上课 这个也是 政府也是有补助 对 你有上哪一些 就是你参加过 政府开的哪一些课程呢 你说我吗 对对对 你自己 对 国语课 国语课 对 除了就是国语课之外 你还有上过什么样的 政府开设的课程吗 你考驾照 考驾照 对 考驾照也可以就对了 考驾照 可是我考上次了 考不够 差一点点 85分就够了 哎呀差一点点 对我80分而已 哎呀 这下次再努力 这下次再努力 对 考驾照就是 只能够这样子哦 还有那个 我有三届活动 就是阳光 扑女学会的 还有 我去那边上课 有 还有那个 我就 有越南的木卧 然后 越南的美粉 然后 我去那边的活动 给他们 大家 有煮很多 原油会 所以有煮很多 越南的美食 然后 然后大家都是 很赞不绝口 这样子 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 对 所以也有参加 就是阳光 阳光妇女协会 举办的活动 对 哎那你对孩子 未来有没有 什么样的期望呢 对你的孩子 希望 我希望他 以后他 好像做老板 然后 结婚 然后带小孩子 跟我 跟你一起回 回越南吗 对 然后去国外玩 去国外玩 然后去 漂亮亮的 去 很漂亮的地方玩 这样很幸福快乐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乐观 很正面的人 所以你的孩子 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觉得 就是很开朗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跟跟他称章子聊 就是 小时候算是 也是遇到一些 教养上的困难 但是慢慢的 也都也都克服了 而且也是有寻求 一些政府的管道 去上很多课程 然后让自己就是 真的是越活越好 对我觉得 新著名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当然也是要 给他们更多的协助 跟帮忙 让他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 那另外呢 邀请大家来玩 星星相惜 空中雷台赛的游戏 那请你上 程序广播网的 官方网站 点选进入 星星相惜 空中雷台赛 那里头是有一百道的 题目随机出题 就是呢 以打雷台的方式呢 每个月会公布前一个月 前五名答对 题数最多的听众 就可以拿到精美奖品 所以呢 赶快上 程序广播网的官方网站 来玩星星相惜 空中雷台赛的游戏哦 好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黎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阿晨 谢谢 谢谢